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国家出乎人的意料 是伊拉克 美国政府建议 紧急要求美国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大使馆 还有逐另外一个城市 埃尔比勒总领事馆的人员 撤离伊拉克 只留下紧急人员 其他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撤离 而且撤离的时候说 建议不要使用巴格达国际机场 美国做出这个姿态是意乎寻常的 认为伊拉克都陷入了危险 是因为伊拉克北部是稍微靠近叙利亚 或者是再往叙利亚那边的方向 是有很多的恐怖活动 出现大量的恐怖分子 他们靠绑架 杀害平民 进攻外交官 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 用检疫装置做成一些炸弹 原先美国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小布什的时候 其中美军拉下伊拉克轻而易举 但是后来受到的一些损伤 不小的损伤就来自于路边炸弹 所以这次美国政府突然发出了警报 发出紧急撤离 似乎情况非常紧张 如果说伊拉克是后来美国在那里建立了民主帮助 伊拉克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民主政府 现在是很世俗化 经济也高速发展 如果伊拉克出现了这个紧急情况 证明整个中东地区都不安 美国在前两天跟英国和其他政府已经发出黎巴嫩的使领馆人员准备撤离 但是还没有达到伊拉克这么紧张 美国要求立即撤离 撤出伊拉克 那么如果说的不好听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都可能卷入 而伊拉克介于伊朗和叙利亚之间 还没有跟以色列接养 但是叙利亚 伊朗是什叶派为主的政府 伊拉克现在执政的也是倾向于什叶派 主流是什叶派 叙利亚是什叶派的独裁者 阿萨德政权 这样一个什叶派的联盟 如果在跟伊拉克的一些势力结盟的话 那在中东是一个很大的乱源 很大的乱源 以色列现在周边面对多头势力的蠢动 首先 今天以色列再次轰炸了叙利亚 轰炸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斯格 和它第二大城市阿拉波的一些关键设施 包括机场 因为以色列判定情报机构认为 伊朗是通过叙利亚这些机场或者是交通要道 向黎巴嫩或者是向哈马斯转交武器 另外 以色列最近也还击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活动 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就在接壤的以色列北部地区 让真主党给以色列带来了不小理想 以色列现在是大军齐集 加沙边境是靠南一点 靠西南一点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在伊拉克的北边想开辟第二战场 不断的用火箭筒 用其他装置 袭击伊拉克的这些 袭击以色列的哨首和以色列的军队或者平民 所以以色列不得不反击 以色列是轰炸了几次 以色列今天对黎巴嫩发出警告 说黎巴嫩的真主党极可能把黎巴嫩拖入一场战争 所以黎巴嫩的政府应该考虑值不值得这么做 所以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要蠢动的话 以色列有能力把他们打残 也就是说给他们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说会给黎巴嫩本身造成毁灭性的重创 这是前些年发生的情况 有可能重演 前些年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搞以色列 结果以色列反击之后 不仅打垮真主党 揭灭真主党 而且把整个黎巴嫩都轰炸了 连首都贝鲁特都轰炸 黎巴嫩炸的是千疮百孔 那么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再蠢动的话 那可能黎巴嫩再次变成千疮百孔 所以这就两条战线了 另外今天以色列还袭击了加沙地带 不是加沙地带 加沙地带先有个误传 国际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在加沙炸了一个清真寺 结果人们发现那个清真寺完好无损 并没有被炸 但是以色列今天炸了越旦和西岸的一个清真寺 因为说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怖攻击将发生 那些恐怖分子藏身清真寺 他们藏身清真寺或者藏身难民营是越旦和西岸 越旦和西岸是由巴勒斯坦的主流政府 自治政府法特赫所控制 但是那里有很多哈马斯的分子在那里活动 而哈马斯控制的是加沙地带 两边是隔开的 分开的 中间是以色列 以色列轰炸了越旦和西岸 轰炸清真寺 本来这种轰炸清真寺是一个不简单的行为 但是恐怖分子恰恰利用这一点 他认为他躲在清真寺里面有一举三德 第一个 他是觉得以色列不敢轰炸清真寺 因为这是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教的象征 那会激起伊斯兰世界 阿拉伯世界的愤怒的回应 第二个 他认为如果藏在清真寺里面就得到真主的保佑 这个是真主的灵魂 保佑他们 他们认为在清真寺有把握成功 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 另外 清真寺可以子宫 他可以攻击 但是以色列很难下手 但是以色列就是炸了他的清真寺 越旦和西安的清真寺 另外还炸了一些难民营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就是善于躲藏 躲藏在清真寺或躲藏在难民营中 躲藏在平民中发射火箭弹 向伊拉克 向以色列进行进攻 另外在北部的黎巴嫩也是如此 黎巴嫩的真主党游击队 他们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时候 多数都是从人口仇密的平民区发出来的 他从那里发出来 他让以色列不好下手 另外以色列今天还揭露 黎巴嫩的真主党有一个阴谋 他们总是跑到那里有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们总是跑到联合国机构外面去发射火箭弹 向以色列进攻 觉得以色列如果是还击的话 就可能误诈联合国的维和人员 甚至联合国的设施 所以这是一个陷阱 是一个阴谋 所以以色列予以揭穿 在加沙地带 根据相关的报道 是以色列的部队大军集结 但是美国要求以色列部队推迟地面行动 说是更多的时间来解救人质 哈马斯已经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 似乎给美国一个信号 就是如果是美国能约束以色列的话 他们愿意释放更多的美国人质或者其他人质 那以色列现在是大军压境迟迟未动 原来说30万 现在增加到40万压在加沙边境 但是事实上今天报道说在加沙境内 已经发生了以色列部队跟哈马斯的武装交火 双方是激烈交火 哈马斯分子藏在各种隐蔽地点 什么民居 平民房 或者是地下室 或者是掩体中 向以色列还击 所以以色列清剿他们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困难 当然也给哈马斯分子以沉重的打击 所以现在看来以色列这位是全面开花 中东地区有可能陷入一场混战 另外就在前两天 美国还拦截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 怎么来的呢 是野门 野门处在沙特拉伯和伊朗之间 野门有一个反政府武装叫胡塞武装 受伊朗支持 胡塞民兵组织 他们向以色列远程发送了导弹和无人机 结果美国在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战略区福特号上的拦截 有爱国者导弹拦截 把他们拦截住了 完全拦截 那就说明野门也在蠢动 伊朗 野门 叙利亚 伊拉克的部分势力 还有黎巴嫩的珍州党 加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恐怖集团 以及越南河西埃的哈马斯的分支机构等等 所以对以色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但是历史上多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都是以一少打多 以一对十 甚至有十几个阿拉伯国家同时进攻他 但是以色列最终都是反败为胜 险忠取胜 打败了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联盟 就包括徐利亚 中东大国都被以色列多次击败 以色列甚至占了他的哥兰高地 占高地以俯瞰阻止他的进军 同样 西来半岛 埃及跟以色列有争议 也是因为埃及跟以色列有一场战争 也是失败告终 埃及失败 埃及有八千万人口之中 结果当时以色列只有几百万人口 也是打败了埃及 埃及现在是唯一安定的地方 埃及唯一没有跟以色列构成威胁 同时埃及是美国的盟国 但是埃及领导人宣布的是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 如果巴勒斯坦难民到埃及或者是西来半岛居住的话 会形成恐怖攻击的据点 恐怖攻击的势力 整个埃及会带来不稳定 所以埃及是绝对不参与对以色列的围攻 反过来是最多捷迹一项难民 就是输送救援物资应美国的要求 所以中东的情况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中共也有六艘军舰在那里 那么中东很可能陷入一场混战 甚至可能陷入一场持久的混战 如果说伊朗 伊拉克都出了问题的话 那美国就有一点比较困身 美国虽然不一定直接参加战争 但是协同以色列的话 可能美国的海军力量要出动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是否有机可乘 中共昨天已经做出了举动 它准备趁这个机会动作 那就是在南海碰瓷了菲律宾的船 以前都是险席碰上 无数次的说险席撞船 那么这一次终于碰上了 碰上了中共的反污 是菲律宾方面的责任 所以责任全在菲律宾方面 但是菲律宾放了相关的录像视频 各个都做了鉴定 是中共的挑衅 中共是长期封锁菲律宾的近海 占据黄野岛 并且封锁仁爱礁 让菲律宾不能补计 所以它最后是终于发生了撞船 撞船就是中国的一艘海警船撞了菲律宾的海警船 还有一艘民兵船撞击了菲律宾的补计船 不过有一个细节 虽然菲律宾两个船跟中共的两艘船发生了碰撞 中共碰瓷 但是菲律宾仍然有一艘船突破重围 顺利的把补计送到了仁爱桥 给仁爱桥的官兵送到了补计 所以中共睁眼看着也没有办法 还是收场 而今天至少有四个国家以上谴责中共 就包括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都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在南海地区的挑衅行为 不符合国际法 也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的身份 而且是在菲律宾的经济专属区 两百海里经济专属区 中共是长期封锁菲律宾 所以中共现在碰瓷在试探 看美国的反应如何 认为如果说美国没有强烈的反应的话 中共就会死水滋味 可能发动局部战争 就挑起了世界第三场战争 可能在南海 第四场也可能在台海 中共要蠢动 但是中共有没有把握呢 不过最近很有趣 就在位于阿拉伯国家有一个半岛电视台 大概在卡塔尔 这个半岛电视台采访了一些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用化名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 有的是军人家属 有的是退伍军人 有的是知情者 就问中国军队的情况 不管是福建 武汉 还是其他地方 这个回答可以说让中共很丢脸 因为这些民众回答说 其实现在的中共军队官兵都不想跟美国作战 认为美国并没有给中国构成威胁 也没有入侵中国的企图 其他国家也没有 说现在习近平当局准备战争 说完全没有道理 另外他们认为跟美军作战并没有胜算 美军比共军强 共军非要去碰瓷 要跟美军作战 他们必然是失败 还有就是部队的官兵普遍的士气低落 普遍的士气低落 反战 厌战 没有人作战 这个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火箭军的高层集体的跟美国沟通 还有战略资源部队的高层集体的跟美国沟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部队的官兵更广泛意识来说都是反战厌战 对于现代的局势忧心忡忡 不仅如此 他们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采访中 一个生动的比喻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比喻 有一个比喻 现在中共是必败无疑 他有这么一个比喻 被采访的中国人 懂孙子兵法的给半岛电视台说 孙子兵法有一段话叫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什么意思 敌就是敌则能战之 就实力相当 能够敌对 能够战之 能够作战 少则能逃之 就如果少于对方 弱于对方 就逃跑 逃避 不弱则能避之 不如对方 远不如对方 就避战避开 所以他说 把不赢的战争就不必打 为什么还要准备一场我们将会失败的台湾之战呢 这是就在中东冲突 中东战争升级的时候 半岛电视台采访中国人得出了一个半小时的播出 可以让中共很尴尬 不过就在此同时 在网络上 微信 微博上有传出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虽然是被图改 被删改一些东西 还是看出来 部队的官兵非常生气 有一个空战旅 防空旅 他们的伙势很差 所以有士兵抱怨 有士兵抱怨 大概有一些下级的军官 或者是管伙势的军官在回答他们 他们非常愤怒的骂这些军官 有这么一个对话 抱怨伙势差 这里有一个士兵骂说 臭你骂 每天都吃屎 都吃啥屎 领导都死了吗 还要打台湾 下面有一个可能是领导级别的 但不是大领导回答说 有一件可私底下跟我提出 公开群里注意发言 下面这个士兵又骂了 说你算啥 每天跟我们吃屎的又不是你 领导管不管 连伙势都不管 还管打仗 少他妈 避重就轻 下面这个人又回答说 注意自己形象 这个军师又骂回去 说别再给我关话 你们这群当领导的猪狗 还配教训我 部队组织这么烂 连吃都比贫户还差 下面一个结论说 连七天发煤馒头 你吃不 上面是领导 下面是士兵说 连续七天发煤馒头 你吃不吃 连吃七天发煤馒头 部队的伙食这么差 因为中国经济垮了 各地的财政崩溃了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 然后向各国撒钱了 每开一个大会 一带一路 什么峰会 什么西安峰会 什么成都大运 杭州亚运都在撒钱 没多少钱可撒了 所以最后一带一路连一个共同宣言都打不成 峰会开完 连领导人峰会的流产无法举行 最后只有一个老挝跟中共发表了一个共同秘密的声明 其他国家一开的 赤字以弊 拂袖而去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没钱了 连部队都没钱 所以北朝鲜搞先军政策 整个国家搞得也很穷 部队是最好的供应 但是你看北朝鲜的官兵 瘦的那个样子 瘦固凌寻了一个个瘦条条的 110万军队 规模说世界第三 全国就一个胖子 金正恩走起走来甩一甩的 摇摇摆摆摆的 好像是鸭子或者是像一头猪 或者是走慢点像大象 走得快点像什么猎狗这一类的东西 就他胖 就他像一头肥猪摇来摇去 说全国只有一个胖子 如果这个胖子被消灭 这个国家彻底的减重 减肥 瘦身 全民健身 原来他的哥哥被他谋杀之后 金正恩就是肥胖人口聚减一半 因为只有两个肥胖人口 金正恩和金正恩 所以现在中国官兵就到了这个程度 连伙食都不行 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能打吗 大家可想而知 能不能打仗 所以要说是中东战争 就是北京的机会 恐怕也未必 一旦蠢动的话 就可能是 真是可能自投陷阱 自取灭亡 就跟中共核潜艇出世所呈现的那种预示 一预告 给别人设置陷阱 想去困住美国的潜艇 结果自己的核潜艇进入了那个陷阱 那个叫乘坐海带的陷阱 给自己挂住 全体关闭 死亡 下面我跟大家在线互动 在线问答 提醒新来的朋友 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 中文天下 按下小铃铛 已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小铃铛四个选项 请选第一项 另外也敬请新老朋友继续点赞 点评和传播我的文章 多留评论 也留下你的点赞 非常感谢 今天是星期天 中国那边星期一还是有些人在疯狂的上班 疯狂的上班 真相面前一切都必然是图了 我有荒谬可数的 没错 现在我们就在谈真相 一听一听 各位观众听这网友 还有小粉红老粉红们 要听真相就到陈破空中文天下 所以很多小粉红老粉红想到这里觉醒 或者想到这里 想到这里这个曲线反习 曲线反共都来 按帮俄罗斯输到跟谁不养 普京真要切服告代 按帮俄罗斯输到这么个死样 普京真要切服交代 有道理 很多朋友骂王沪宁的 马克思 姓马克思的都是汉奸 这个是 有人说王沪宁这么大年纪了 还说瞎话 王沪宁是1955年生的 1955年生的 现在是多少岁 六四七八 是满口瞎话 没错 中国政府是汉奸 那当然是汉奸 因为写马列的姓马 毛泽东说死了 要去见马克思 当然是汉奸 这里有人在骂中共当局是汉奸 说王沪宁是戴眼镜的照耀专家 这倒是一个发明 不错 对王沪宁的一个定义还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欢迎光临 凡是来的都是客 凡是来的都是客 这里说粉红辛苦了 暖心抹黑 脆花上甩差 一定要代客 来了都是客 看来有不少的好朋友来捧场 看还有什么好朋友 说真有傻子相信共产党说的话 鼻孔抽天都是胡编 胡编是胡锡进的外号 说的有道理 对胡锡进的描述是对的 说鼻孔抽天都是胡编 眼睛一跳都是乱吵 有道理 胡锡进天生一物 朝天鼻 鼻子朝天 一副英俊长相 感谢 说王沪宁废话一大堆 但是王沪宁不是废话一大堆 这是假话一大堆 要客观看问题 要有人道主义 对了 看终于明白了 知道围攻以色列大使馆 围博不对了 什么庆祝 帮助力挺哈马斯 甚至称赞希特勒 这完全不是人道主义 所以终于有老粉红清醒了 老粉红教育其他小粉红 要客观看问题 要有人道主义 不错 这个是有些现场觉醒的老粉红 也还不错 当场觉醒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个是有道理的 猪头有老祖 这个是把习近平的外号员喊一下 人家叫猪头 这里喊个老猪 客气了一点 但是也是一个叫法 也是一个叫法 有道理 这里说说句实话 你应该真实的简化 没错 到这里来就是听真话的 来对了 小粉红老粉红来对的地方 来对了听真话的地方 我们正在说实际情况 说把实际情况讲出来 但是我半小时也不可能讲出 无数的情况 只能给大家做个简介 如果小粉红老粉红不太满足的话 就 抱歉了 抱歉 但是还是欢迎你光临 至于说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我原来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 写了一个法轮功是邪教吗 原来共产党发表了一个社论 说法轮功就是邪教 结果你把这个词一换 换成共产党就是邪教 那通篇文章都成立 所以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 这是起义 却老是有老粉红来误会 说我是不是法轮功 我非常尊重法轮功 法轮功的性众都非常的了不起 有层次 但是我自愧服辱 我是民运人士 是世俗阶层为民主而奋斗的民运人士 说小粉红老粉红犯强一定要搞清常识 在境外在海外有法轮功有民运人士 有宗教信仰者有不同的团体 在为民主和普世价值而奋斗 所以一定要有常识 不要以为这一座节目就是法轮功 感谢把我抬到那么高的层次 有点不好意思 惭愧 我们不如法轮功学员曾善人高度的境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让小粉红失望了 想听段子 我们下回再讲 不要着急 说王沪宁是毫无人性 上级天良的骗子 那当然是 这个说的对 如果他们不是上级人性的骗子的话 他们怎么混此混合七十多年 这是肯定的 共产党付了这些钱 让这些人到这里是取现反共 取现反习 到底是 就跟一带一路撒钱一样 肉包子打狗 有去不还 几个被撒钱的对象 债务陷阱还不满 拂袖而去 不跟你签 共同宣言 说将来反共的可能是一旦中美开战了 首先带路的是党内的那些官员 党员 第二批就是以五毛带路的肯定的 烦起来比谁都快 丢人是习近平的责任 他的责任真是不简单 解放军不可能伙食插吧 有枪有炮 怎么不去抢老百姓 去抢有钱人的 所以你要让他动起来 你要让解放军伙食插 他能不能动起来 拿枪拿炮去抢 现在军队还没乱到那个程度 但是到一定程度那就有可能了 如果军队的供应成了问题 战争有爆发 物质有紧张的话 那有枪有炮 就是大爷 他就能抢 这个世界按照中共兴奋的达尔文的哲学 那就是强食弱肉 弱者受累 感谢 这么多好朋友来捧场 有位朋友说 到了2026年和2027年也迎来磁马红阳节 历史上每逢此时 中原必有浩劫 天下来的太平 2026年及2027年到时候磁马红阳节会不会再次重演 中国是否会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 现在所有的征兆 所有的预兆都显示了这些 这完全有可能 这位网友说的是完全有可能 崇洋佳节轰加沙 明年今日拜三十 几点得 可能是有人劝到以色列大使馆微博上 出言 乌言会有流言的网军水晶 叫他们几点口得 大概这个意思 这里有人说 破空先生 实事求是 动若观火旁针薄影 机智实事 尤其对小老粉红自干五 胸怀博大 尊尊教导大战 必有必看必战 谢谢 感谢网友的支持 我们的真诚的网友还是我们的主力 尽管有小粉红 老粉红在这里混吃混喝 但是我们的网友还是看得很清楚 器官捐赠一字法出炉了 自知破空 谢谢 互相支持 加油 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昨天我才说了 大家说70多年把人看成猪了 昨天我就说了 党媒党报自己发的标题 说中国是最大的养猪大国 世界上一半的猪在中国 所以五毛党同志们听到了之后 作何感想 为破空鼓掌 为大家鼓掌 感谢 感谢大家的耐心 尽管有这些老粉红上来颠三倒式的 但是 没关系 哈马斯喊话共产党赶快动手 共匪怂了 说在考虑几天 哈马斯最后吐一口鲜血 不能相信共产党 所以哈马斯在引爆前 用自爆前喊一声口号 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 这完全有可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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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教 教主七大护华 二十一散人 士兵怕是吃得比老百姓好 有可能 但是连士兵都在抱怨七天廉恥发明的馒头 那老百姓更糟了 老百姓可能没得吃 你要到那些穷困的大厂里 就真可能是那样 以色列现在记住中共还有哪个待人 虽云北居 以色列现在记住 中共是你的敌人 虽远必诛 破空老师找个帮手做直播 谢谢 谢谢 免费做筛选员 谢谢 谢谢 有时候让小粉红老粉红 特别是我党的挣五分钱也不容易 给人家一点机会 如果我党能够利用诋毁 围攻陈破空中的天下这个频道挣点钱 这样的善事善莫大烟 何不做一点也成全一下他们 不要让他们活得太累 使用反动文字注册 比如马列文字有可能 加速到哪一步了 陈破空老师是人类的希望 加速到哪一步了 看看一带一路峰会 结果连难产 连峰会 连共同宣言发不出来 领导的峰会无法举行 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有些老粉红说 看你感慨的 巴不得中国早点解体 好像说我像毛泽东一样 毛泽东说中国应该分成27块 湖南应该独立 广东应该独立 全国各省都应该独立 当时恨国民政府 恨蒋介石的时候 还说希望苏俄和日本瓜分中国 另外再说在江西湖北这些大神状发生了历史文物 历史文物叫什么 说中共还留存下来 大事上刻的几个字叫武装保卫苏联 是共产党的名言 不保卫中国 保卫苏联 所以这个倒是说对了 真正喜欢解体的 希望中国解体的是 是共产党 中国支持哈马斯 把哈马斯殖民带回中国立国 给他们一块土地 没错 哈马斯要转移 要当难民 中共是不是接引一下 看看表现吧 你不接中国同胞 倒也罢了 不派专机 但至少派专机 你把哈马斯分子接出来 中共是可以做到的 像这个恐怖头目阿萨德都被接去了 李洪志大师不是指明明灯的吗 那当然 李洪志大师人家是真是指明明灯 不像某些人说指明方向 都把人家指到坑里去了 至少人家李洪志大师还带领帮弟子练功 学法 健身强体 大骂国人的破空 心中有大家吗 应该说大骂破空的这些中共老粉红 汉奸 大家心里有他们吗 没有位置 不过给你挣钱的机会还是可以的 给你挣钱的机会 这是可以的 没问题 破空老师接了专制独裁政权丑诺面目 该问小粉红到底得到什么 五分钱 人家也是低位的报酬 微博的报酬 据说公务员减薪 说五毛党也可能减薪 减百分之五十 那最后是不是二十五分 不是五毛了 二十五分钱 不容易 小粉红同志们不容易 令人晚叹 伟大的以色列人们 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至少练了十年的法轮功 但中国很多高干 像张震将军 原来就说练法轮功 练了十年 后来被江震民叫停 这些小粉红还知道一些消息 还知道中共一些高官 练法轮功练了十年 倒也是不错 监狱的五毛 但也很多可能是 不就五毛钱 但是五毛钱也让人挣了 你的也都让人挣了 不让人挣五毛钱不好吧 快把北京送给哈马斯吧 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可要轮流 轮流执政 就是送给哈马斯 哎哟 你看这个曲线反袭多厉害 你这面像不行啊 面黑啊 最近是不是不顺 人家彭丽远就回忆了 说见到习近平第一面 就是像个土龙面 穿的又差 尤其是脸色漆黑 油黑 离黑 说这个黑让他很不舒服 说习近平是以黑著称的 说这里看 骂习近平 说你这面像不行啊 面黑啊 哎 我的天哪 曲线反习 曲线反共 这是小粉红 老粉红们的一片苦心 我们还是给他们一点理解吧 或者给他们一点友善的掌声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祝各位周末愉快 再见